大家看我这盆米兰花前段时间开了一波花 现在开完花之后长出了一大波的新芽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控制它 这个株形不给它长得凌乱 同时促进它下一波开花更多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它修剪掉这种过长的枝条 修剪这些枝条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让它长更多的分枝出来 第二个就是控制它整个株形不给它长得太凌乱 这样修剪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进行下一步催花 给它催花的话大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给它喷洒页面肥 用银沙清甲 七天给它喷洒一次 或者是五天给它喷洒一次 按照一比一天的比例对水喷洒一片 除了给它从页面增加凌甲肥之外 在根部我也会给它用上这种脱脂的枯粉 来给它从根部补肥 因为这种枯粉它里面含有大量的凌元素 还有钙元素 可以强强根系的同时 又可以给它补充凌元素 那么这样的话 根部叶片同时给它补充凌元素 开花就容易了 第二步就是给它控水了 因为控水有利于它进入生殖生长 容易开花 所以每次浇水的时候 我都会等到它这个土壤完全干透再浇 用手指头扣一扣 5厘米一下是干的再给它浇水 叶片有点缺水 都没有关系 第三步就是给它晒太阳了 这个不用说 米兰花比较喜欢太阳 给它晒 一定要晒 好了 就是这些步骤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